记者林金伦宜兰报道,宜兰县福气家族公益协会经举行成立大会,共有近300名来自各界的善心人士参与,会员只要捐款1000元用作公益即可获得茶叶礼盒,虽然需年满20岁以上才可入会,但仍有来自宜兰在帝国高中30名青年志工加入家族行列,准备在明年1月一起围独居老人寒冬送暖。 福气家族由宜兰地方上的善心人士自发性组成成员来自律师、校长、老师、夜市谈判、公务人员、企业家、营造业及灯光师等各行各业,会员已达211人,年满20岁即可入会,未满20岁则可担任青年志工。 现有30名来自宜兰在帝国高中的青年志工投身公益活动。 福气家族自102年起就以寒冬送暖的方式进行社会服务,在每年年底选定服务对象客制化提供社会若是家庭物资或代金,促使社会有好事发生。 协会主要目标就是从事公益活动,为社会良善面集气,创造社会和谐,开启人们的光明面。 福气家族正式成立为宜兰县福气家族公益协会成立大会邀请补交民师入月,以幸福不是一切,人生还有责任。 本位长提诉说人生的价值并非在追求金钱与财富,而是被人记得。 另外,入会会员只要捐赠1000元即可获得茶叶礼盒一盒,捐款则会投入。 协会的公益活动或捐助弱势。 宜兰县福气家族公益协会总干事黄四福指出,明年1月26日, 协会将针对县内100个独居或清寒的老人的需求,给予客制化的资源。 由志工寒冬送暖,陪同一起采办年货,志工包含家族成员及30名青年志工。 台北市立建国中学也有38名学生共襄盛举。